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妹妹 今期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在广东 怎样用粤语对亲属的一些称谓呢? 你都不是说这么容易 不用学妈妈教浪 入屋叫人入美拜神 没理由平时过年过节 有些亲戚去你家 你见到男的你叫美女 见到女的你叫美女 有些称谓就认真要收拾一下 第一个 曾祖父 我们粤语会叫太耶 曾祖母 我们粤语会叫太后 爸爸和爸爸 我们叫阿爷 爸爸和妈妈 我们叫妈妈 这些应该懂吧 不是的话就是生个叉烧的生理 妈妈的老爸 我们乡下叫公帝 如果是妈妈的妈妈 我们会叫婆帝 现在稍为斯文点 会叫婆婆 如果是妈妈的老爸的话 就会叫公公 其实这些都不难 因为我们叫了几十年 但如果在我们广东 叫老婆的老爸的话 就会叫 丈母耶 就是拿赞人的意思 如果叫老婆的阿妈 就会叫做 丈母那 就是赞娘的意思 不知道跟你们那边的地方叫法 有没有不一样呢 但如果对于我们平辈又怎样叫呢 我姐 我们就称 姑妹 姐姐 如果是我弟弟呢 就会叫做 弟弟 但如果我们姐妹之间的老公 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 叫做 年姜 或者 两老姜 至于如果 爸爸那边的兄弟姊妹 生个子女和我们同辈呢 我们就会叫她做 梳堂兄弟姊妹 至于如果妈妈那边的兄弟姊妹 生个子女和我们同辈的话呢 我们就叫 表兄弟姊妹啦 若然儿子结了婚 娶了老婆回来 那那个阿妈呢 就是要叫儿子的老婆做 媳妇 或者家嫂 或者阿嫂 至于媳妇 称呼老公的阿妈 阿爸 为家婆 家公 再不然就学香港那种叫法 老爷 奶奶 但通常我们大陆呢 就会称呼 他为阿爸 阿妈 跟着老公一起叫的 那我们广东人对老婆的一个称呼 除了有 这个是我老婆 你不会说这个是我那 那我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叫他 这个为我的内人 内子 当然是很少有 通常都会说 这个是我的老婆 这个是我小孩子的阿妈 这个是我家的老虎娜 或者这个是我的黄面婆 或者这个是我的财政大臣 或者这个是我的老板娘 再不然的话 这个就是我衰果啦 最后要考考大家的就是 大琴婆 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啦 点赞 关注家转法 老友记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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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